预防胃食道逆流怎样吃 胃食道逆流是指胃酸和胃内消化物 反流到食道引起一系列症状 包括胸骨后灼热感 矮气 反酸等 以下是预防胃食道逆流 需要注意的饮食方面的建议 一 少量多餐 尽量不要一次吃太多 而是分成几次进食 这样可以减少胃的负担 也可以避免过饱造成的胃酸倒流 二 避免过饱或过度饮酒 过度饮食或酗酒 都会刺激胃酸分泌 增加胃食道逆流的风险 三 避免高脂食品 高脂食品如油炸食品 腥味重的肉类等 容易造成胃酸分泌过多 导致胃食道逆流加重 四 少食刺激性食品 如辣椒 葱姜蒜等 容易刺激胃粘膜 加重胃食道逆流 五 食用易消化的食品 如鸡蛋 牛奶 粥等这些食品易于消化 不会加重胃的负担 六 尽量避免睡前进食 进食后要保持站立或坐姿 约两小时让胃内的食物得以消化 七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避免过度饮食或暴饮暴食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适量运动和保持心情愉悦等 也有助于预防胃食道逆流 好的 本期内容咱们就谈这些 喜欢请点赞转发 你可以关注高血压的哪些事 学习更多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